首屆的橫山书语双年展 法语无法交织的年代 设定有古典的现代演艺 还有书语化之间 以及书法的进行式与前卫性 我们企图在这样的展览当中 邀请到42位的书法家 以及艺术家们 一起来合作 开启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书艺的交流平台 在书法的保存研究教育推广之上 让大家看到展览的精彩之处 以及当代书法艺术 它的多元面貌 我们邀请到东海美术系 助理教授吴超兰 以及我们机构内的策展人 陈毅佐督导 透过学界以及机构内的一个互相的碰撞 让我们策展的角度更为多元 那策展的内容也更为的完善 书法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它面临到许多的困难跟挑战 所以这次的策展的这种构想 就是想要从一个艺术史 书法史的一种观点 来去策划这个展览 法跟武法 是我在选择这次的双连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这个法旦是直接关系到所有的书法的法 我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历史 这样的一种传统 我们怎么在一个这样大的这种时代里面 去回应西方艺术或所谓的现代 当代艺术的这样的一种挑战或提问 质问的这种时候 我认为就是说 那是不是我们引入一个所谓的非法 这个非法就是指非书法的这个领域 或者这个传统里面 这样的一种艺术的范围 来去扩大它的一种定义 透过一个作品的这种选择 还有主题的这样一种经营 去回应或者去提出一些这种问题 机构策展人的任务 就是协助策展人完成主题法与武法 的这一块大的拼图 文字与非文字的书写 它是不是应该叫做书法 或是以一个纯书写的角度 去看书役的这件事情 它涵盖的艺术家和所跨的区域 世代也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负责寻找日本的艺术家 和台湾年轻一代的优秀艺术家 这样的发掘是有包容性 而且是多元的 其实从整个世界的一个艺术史的一种观点来看 当全球化时代来临 它伴随着我们说资本主义吧 或者我们说帝国主义的这种扩张 扩张到全球 笔墨子燕 这所谓的文房世保到我们今天 它已经成为少数人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技术 更一种能力 当只有少数人在把玩 在欣赏 在从事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时候 更多数的人 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书法的这种艺术 它何去何从 我希望在一个这样的一种 相互提问或者相互刺激之下 是否可以激发出更多的共同的一种思考 让我们去面对书法的一个未来 感谢观看